原标题蔡健雅法任抄其他抄的 又不止这一首年末了 不仅苏达律要充业绩销量 整个歌坛界都开启了充销量模式 先使蔡依林的新专辑 再到林依林的新专辑 临和爱依良的新专辑 垂直活着 水平链转 以及蔡健雅的新专辑 我要给这世界最优长的诗文 这本来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年末粉丝 纷纷拍手欢呼 然而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蔡健雅的新专辑 我要给这世界最优长的诗文中的半途 这首歌似乎有点似曾相识 原来 半途这首歌里面有眉眉十一年的作品 Safe Sound的影子 更是有网友直接把这两首歌中相似的片段给截取了下来做了一个对比 不管怎么样反正听过的人都说像很快这件事就发焦了起来 毕竟蔡健雅可是有着音乐才女支撑的女歌手 创作的歌曲更是有上百首 而且其中有不少歌曲的流传度还是不错的 不过今天环球音乐及华纳音乐马上就对此次抄袭进行了回应 表示这次的专辑里作曲 均为蔡健雅本人创作不存在任何的抄袭成分 蔡健雅自己也表示 我能保证的是抄袭我不敢不认同 也不需要我只能靠着当下的灵感 且对得起自己 也对得起歌迷的音乐 网友们可是一点也不买账 更有网友们戏称 确实不是抄袭只是汉话 蔡健雅也从音乐才女依稀之间成为汉话鬼才蔡健雅 其实早在这次新歌被质疑之前 蔡健雅之前的有些歌曲也曾经被质疑过抄袭 比如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 被质疑抄袭了美国乐团 被驯服的像被质疑和 相似其中 代表作红色高跟鞋和美国乐团Fapist Take Art Form的相似度 更使让不少网友以为 红色高跟鞋就是Take Art Form的中文翻唱版 可见 她的汉话之路也是开始得够早了 就连蔡健雅本人都承认 她的不少歌曲被这一过是汉话 对于《越来越不懂》和红色高跟鞋到底有没有抄袭 蔡健雅的声名列 也是比较含糊不明的即没承认 也没有否认 只是说到原作者原谅了 她 但是她并没有在歌曲的词曲作者后面加上别人现在 关于蔡健雅抄袭仪式网上 基本分为了两种看法 第一种 就是抄不抄袭无所谓 只要歌曲好听就行了 继续支持蔡健雅这部分人 一部分是只管歌曲好听就行 就是属于那种不管你做错 什么 我还是喜欢你支持你 显然就是死忠粉没错了 还有一种就是这些正义的伙伴的抄袭 就是原队对蔡健雅完全的抵制 关于歌曲抄袭这件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的比较出名的 就是大张伟和王力宏 王思聪至今的置顶微博就是指责大张伟抄袭王力宏 因为过气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她抄袭的歌曲也是不少 其实关于歌曲抄袭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按照行业惯例为首歌的 有八小节相同几本视为抄袭 所以很多歌曲的定义都是很模糊的 比如《筷子兄弟的老男孩》 《欲可为的时间主语》 《张韶涵》的预言 这些歌曲到底是不是抄袭 就看听者自己如何去定义了 不管怎么说 大神还是希望我国今后的乐坛 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出来 也希望以后不要再有汉化达人了